土豆是生活中必备的食材 便宜实惠 营养美味 把它做成土豆泥也是孩子们最爱吃的食物 不过除了吃 土豆还是生活的好帮手 尤其是厨房 客厅和门窗绝对不能少了它 1.清洁车窗 开车的朋友肯定很烦恼 车窗总是擦不干净 经常起雾 别担心 只要你拿一个土豆 把它对半切开后在车窗上摩擦树下 然后等它自然风干 车窗便能洁净如新 还能防止起雾 这个原理是因土豆中富含的淀粉酶 可以有效吸附灰尘 更能增加玻璃的光洁度 所以这个方法也适合家里的镜子和窗户 2.清洁铁锅 家中的平底锅或者炒菜锅用久了都会有铁剂 洗洁精都洗不干净 但是土豆也能解决 先在锅里撒大量的盐 然后手握土豆在盐上对锅进行摩擦 片刻后加水擦干净锅 再把锅放炉灶上加热让水分蒸发 锅就立刻干净如初了 3.去除洗碗槽的油污 每次刷碗都头疼洗碗槽上油腻腻 用洗洁精又搞得周边全是水 其实只要拿几片土豆片 在洗碗槽上擦拭一会儿 立刻就能去除油渍变洁净了 4.清洁保温杯 保温杯由于杯口都很窄 杯体又很深 所以特别难清洁 这时候就要用到土豆片了 把4-5片土豆放进保温杯中 拧紧瓶盖摇一摇 打开后你就会发现 不论是水渍还是茶购 都会轻轻松松浮出来了 怎么样看完后 是不是有种家里就算没有大米 也不能没有土豆的感觉呢 快把土豆的妙用 分享给你的朋友吧